邀達貴 窮投資朋友 大家早安 封老師剛剛看到了這個集體網通類股 馬斯克的信念計畫概念股走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信念計畫已經試營運一陣子了 那10月份開始試營運結束就要所謂的正式營運了 這些台灣廠商第四季可能會有所謂的拉貨表現嗎 我想其實現在的一個題材會大於現在本身的一個營收跟獲利 那我們要看的是未來 因為股票都是要反映未來 那我看到今天整體來看的話 這一掛族群都非常強 不管是台陽領軍帶頭 康書 然後奇基 然後是聖達科 但已經漲起來的部分我會覺得投資朋友 這些的個股如果你手中持有 我認為你可以去報 因為他應該有機會跟著台陽再走一波 但是我覺得投資朋友在佈局個股的時候 你不要等到人家已經炒得很熱的時候才去做佈局 而是題材剛剛出來 人家分別有人開始在轉牆的 我覺得會比較好 就像我看到今天這個行情 雖然一早大家看到恆大的事件 我覺得很多投資朋友在加月的時候都說 要不要今天一早開發就把股票全部賣掉 對 但是今天一早賣的話 你會賣在相對低點 因為剛剛整體來講個股的跌幅都有收斂 沒有錯 那你如果是有那樣的想法 那你看那你早上賣掉 你可能手上股票全部賣掉相對的低點 但是佈局股票也是一樣 你今天看到台陽已經快要噴漲停了 那其他股票在全面都在漲的話 假設你上個禮拜沒有先佈局 或是一早的時候 你沒有先佈局的話 現在漲起來要不要一定要追 我覺得就不是一定要追 但是我認為這個趨勢 應該會是一個中長線的 你可以等到什麼 整理量數的時候 你再去做佈局 這是我一直跟大家來講的 佈局股票佈局在哪裡 季限付金最好對不對 所以我看到今天 這樣子的格局 然後我又發現到 盤面上有一個題材 是我上禮拜就跟大家報告過的 Gogoro的題材 上禮拜我們就跟大家講 Gogoro要赴美掛牌 那它現在已經成為 全球的電動運聚的 電磁交換技術的領導廠商 我處於第一名的 尤其是電動機車這一部分 那我們今天又看到 盤面上的一個連接器大長 6126的信音 他也說他要接到 印度新創電動車機車廠的 一個大單 明年產能要充千萬量 股價波得一升就漲停板 我覺得這個其實題材 在一個一個慢慢點動 而重點是 他所點出來的股票 位置都很低 那價格也是相對便宜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再看 除了這兩個題材之外 今天又是一個 五倍券綁定的第一天 哇 觀光類股 像下都美食KOI 或者是這個 收費站的 休息站的這個 5905的男人服務 或者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2430的這個 家電產品 電系3C產品的 燦坤 237的大同 1604的森巴 都全面的大檔 所以我看到 這個樣的一個題材 再加上昨天 也跟家人出去 出去走一走 就發現原來家人 很多的一個 家人的小朋友 已經來到大學了 也都想要什麼 也都開始在買機車了 已經開始在騎摩托車了 所以我把這邊 都綜合起來 就漲到 就是現在的一個 Gogoro的概念 也有五倍券的 一個收費五倍券 然後又是為 現在今天 最熱的電動機車 題材的一檔個股 這邊幫大家看到 這個是股價也在基線附近 絕對價格還很便宜的 617年的統證 我覺得這張公司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跟大家報告股票 一定是位階相對便宜 在基線附近 對 在基線附近 位階又相對比較便宜的 那它今年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成長 當然是在我剛剛跟大家講 它是Gogoro的電動 電磁交換系統的供應商 那Gogoro的一個重點是 它已經是全球的 領導的一個品牌 所以它的電磁交換技術 這個是我覺得 要先跟大家 好好來先提一下 因為光是它 這過去幾年 它從2015年開始上市 它的這個電磁交換系統 在台灣已經 部件超過2100座 哇 這個其實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好 而且也吸引了41萬的用戶 那其實總距離 有超過38億公里 那電磁交換 也將近2.1億顆 這光是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長線的一個趨勢 那在印度現階段 它也要開始切入到電動機車 所以我會認為 這是一個長線 大家都可以去掌握到這個商機 那如果它的絕對的一個價格 又很便宜 那現階段它的營收 也在持續近的一個成長 那我看到其實有很多 在相關電動車的一個題材的公司 如果你專注在電動車 你可能還沒有賺錢 就像特斯拉 專注電動車這麼多年 它其實現在最賺錢的 今年上半年最賺錢 是因為它買了比特幣 對不對 那去年能夠賺錢 是因為它賣了碳權 可是啊 難能可貴的是 617年的統治 它其實都一直有獲利 而去年也獲利了1.63元 這個其實獲利相當不錯 今年上半年也賺了6毛4 那我認為現在 股價在基線附近 剛剛進行轉牆的話 我覺得投資朋友在這邊 也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那豐路老師提到的這個Gogoro 這個題材喔 其實電動車會不會迎接黃金10年 成為接下來的新護國神山呢 我們也做圖卡幫大家整理喔 現在以公司來講的話 到底有哪一些有題材喔 除了剛剛提到的信音 它是奪得了印度的電動機車 連接器大單之外呢 其實8215的明基材 也是做這個電池隔離模 切入了筆電市場之外呢 東元啊大同鴻海都有佈局相關的馬達電機系統喔 所以豐路老師從這幾檔個股來看的話 825的明基材它比較特別喔 它也是今天的位置 好在G線附近左右 G線是在34塊8喔 那現在來到35塊25 似乎有一些低階的買盤出現 G線沒有破 那近期出現了比較亮縮的格局喔 那之前投信是買在7月中旬之後 那投信買了之後 其實也沒有太明顯的進出喔 所以以這個位置來看 是不是還在投信的成本價的範圍之內呢 好如果就這整個Cogoro 能不能成為我護國神山喔 我認為是比較 這個是比較難啦 畢竟能夠支持我們的未來的 一定是第一個 一定是半導體 然後後面可以接棒的 我認為一定是電動車 那電動機車Cogoro這一部分的話 它可能只能佔一小一個部分 特殊的利器型題材 這個先跟大家說清楚喔 那第二個就是 明基材的位置 來到了基金附近 當然也是一個好的一個位置 明基材不僅僅只有 電動車的一個概念喔 它還有包括說 隱形點鏡 還有包括電視面板的偏光板 我覺得題材是非常多 它還有醫療相關的一個產品 非常多的一個產品線 那股價來到這邊說量 大家也都知道 最近量本來就說啊 大家都說不是只有它說 但是佈局的位置 我認為來到基線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 其實我看到今天很多股票 都是回到基線附近就開始轉強 今天最強一檔股股 叫3504的陽明光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基線 它的股價是從高檔回到基線之後 那之前又有投信的一個買盤 剛剛佑達講的就非常好 你看它已經回到了投信 基本上在7月底到8月中的這個買點 那這個部分投信買了非常多 那股價回到這裡 今天是回到又是回到基線 就順勢的轉強 另外一檔是3527的聚基 可以看到從279的高點 回到今天接近到基線的位置 然後它也開始進行質問反彈 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要跟大家講的 基線附近你布局股票 通常你不太會吃虧 如果它也有題材在進行的加持 那當然會更好 那除了這個話 我曾跟大家報告 今天其實有好幾組 我看到盤面上在進行一起轉強的 除了剛剛的這個第一個 第一軌道衛星的一個個股 相關的不管是台陽 那3491的聖塔科 還有就是6285的企技 這是一塊 另外你也可以發現 在整體的這個IGBT裡面 3653的建設 你們發現今天其實是相對強 在平盤之上 那股價其實它也在基線附近 它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個股裡面 還有一個也是在基線附近的 2486的一拳 這兩個是IGBT一組的 大家可以一併看 那當然今天早上還有一個很強 是1711的永光 這特用化學對不對 跟它一組的是誰 1727的中華化 那這也是今天盤面的一個強勢股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用這樣的邏輯去找 相關的族群裡面 強勢股有很強的 你去找相關族群裡面的 還沒有大漲 像今天這個威風電子 你看現在漲了31塊 那跟它同一組的是誰 一樣是所謂USB4.0題材的 創為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去做留意 那封路老師 因為其實目前的盤面的狀況 並不是很好 特別是在剛剛金融類股 又有這個大單敲出之後 大盤的疊點剛剛有一度下殺500點之多 那包括星光金 開發金 都有這個大單的調節 那中鋼現在有持續的擺箱在做調節 所以如果看到盤面上 能夠逆勢撐盤獨紅的 甚至這種日K 出現紅K棒的話 要不要先拉高賣一趟 畢竟整體的盤勢並不是太樂觀 我的看法跟你完全反而是相反 我認為說今天如果可以拉紅 那表示接下來的主流 人家在跌他都敢拉高 那應該是強勢族群 那市場上如果說今天在跌 會跌是因為已經先賣出來對不對 那你賣出來的資金 像金融股現在都 大家擔心有金融股的鋪險對不對 那我先賣出來 那他一定要去找一個地方去投放資金 率先轉強的 那當然就是他會買進的一個目標區 你看今天其實在記憶體部分 我們來講利基型記憶體好了 今天的滑棒鏈就破底 但是馬上就手腳了對不對 那跟他一掛了還有誰 利基型的記憶體三雄 有一檔已經先轉強了 那是不是五三五一的預創 股價在基線附近位置最好 價格就是相對來講也不會太貴 外資也是連續買了三天 那另外的話 像3006的金融科 也在基線附近下面 再進行整理 外資買了更多天 如果你去看 過去外資十天大概買了有八天 那這個股價其實又在相對底部的話 也已經先轉強了 他其實就是未來的一個主流 我是倒是認為 都是因為我其實不要被恒大的事件 太過於影響太多 因為他整個的一個國際化的狀況 跟過去聯邁兄弟完全不一樣 聯邁兄弟的一個時間 他是把一個產品 總價值七千億的產品 他包裝成兩兆美金賣到全球 那大家就承受這麼大的苦 但是如果以恒大的一個規模的話 這次看起來大約 這三千億美金 但他沒有層層的一個包裝 他也沒有一直一直的一個 用不同的方式行銷到全球 那國際化的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 以國內的一個金融機構 撲險其實也相當低 大家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很多在國內有大資產在透過香港 到中國大陸投資的這些企業 會不會被聯動 因為現在的一個北京方面的一個看法 是希望香港能夠支持北京政府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在做很多很多的調控 那資金過去 不管是國際的資本 或是我們台灣的資本 要進入到中國大陸去做投資 都是用香港當作一個跳板 我覺得這反而是現在市場會比較擔憂 這也是前兩天 香港會暴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倒是認為這個部分 會牽扯到部分的公司 但是對於台北股市 我覺得短期的影響是心理因素 大於實質因素 長期而言的話 我認為台北股市有可能 真的 過去沒有做成功的亞洲基準中心 說不定在未來幾年 它有機會成為亞洲基準中心的一個 一個資金轉移一下 我認為反而會有這樣的機會 畢竟30年河東30年河西 未來美國跟台美的一個 跟台灣的關係 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位置會非常好 尤其半導體這個部分 我覺得投資朋友 一定要好好去做留意